好提醒您哦 如果您喜欢用手机玩脸书 或者是用LINE聊天 可要多加小心 高雄市警方抓到了一名嫌犯 他在网路非法贩卖监控软体APP 专门是要让老公或老婆来监控另外一半 而这种APP到底有多厉害 来看我们的报道 用手机同群软体聊天非常方便 可是小心 窃听软体会窃取你的账号密码 一点都不夸张 跟朋友在LINE 你一言我一句聊得开心 对话记录统统被监看 高雄市警方就逮捕一名嫌犯 专门在网路非法贩售监控APP 让老公老婆们用手机监控另一半 使用Facebook啊 或是使用其他的电子有件信箱啊 那你可能用其实通讯软体啊 都会被记录下来 一套大概卖三万多块 那用这样来获利 举凡手机简讯 脸书LINE的聊天软体 只要有记录就能够监控 甚至窃取账号密码 立刻掌握对方的行踪 不过非法监控APP很昂贵 安装一次三万元 但要预防也有配复 简单来讲就是尽量 不要让不认识的人 去拿你的手机 定期一些更新的认体版本 那你就是定期的去做一些更新 预防方式并不难 因为还无法远端安装 第一就是别让手机离开视线 并别安装大陆地区的不明程式 并且要定时更新手机认体 否则一不小心 不但对话记录外流 连账号密码也被破解 不过也提醒民众 这种APP虽然很神 却是非法监控 若是不法监听 将依妨害秘密罪 移送法办 记者金博士高梦柔 高学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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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